各位朋友 你们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种这个小樱桃萝卜 樱桃萝卜它是根据它这边的说明 是2月至9月份还可以种出去 那这个是很短期的可以收获的 4至6个星期种植期 那我们今天用一个懒人种植法 因为我的地全部都还没准备好 你可以买一包泥 一包土 这个是50生的 那这个泥我们最需要是要有比较疏松的泥 这个是一定是Top 它是那个质量是最好的 是疏松的 Mospeed 那Formula 就是它的成分是很疏松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种根茎 根茎植物呢必须要很松的泥来种的 它的进步那边跟快乐呢 它才能够种植的大一点 那我们这个泥呢 其实都不用松土了 就是直接这样子种 因为非常之方便的 你买一包那个这个泥土就可以种了 那它是需要呢 就是九寸的糖菌 但是我觉得都应该不需要 因为这个种子 因为这个樱桃萝卜 它的那个进步是很小的嘛 我们也可以吃它的叶子 不一定要要那个进步很大 才收成 那我现在就是用一个竹子呢 其实这个土来头很松的 它本身很松的 就不用松土了 你就直接可以这样子种植了 就拿一个弄一个洞 那你就开始可以撒种子上去 每个洞穴呢 就是放一粒种子 这个是很快生长的 樱桃萝卜 适合就是冬天 这个比较凉的气候种植的 那我现在捣一些种子 给你们看看先 那它的种子是很小粒的 那我们都不用紧 我们一个洞穴呢 就放两粒 因为呢 你怕它呢 发芽不到 就是放两粒是比较 比较机会高一点 就算一粒种子不行 都有第二粒可以补上去 对吗 那我们就撒两粒 在那个洞穴那边 它的种子都不是算很小粒那种 其实也可以就是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撒上去 最好呢是放一点土 放一点土在这个盒子那边 小盒子 等一下啊 好我们可以装一点土 就把那个种子 放在里面 因为它要太细了 那你可以搅搅拌 搅拌之后呢 它可以就是说 到时候呢 你可以借苗来来吃 因为这个樱桃萝卜 那个叶子 我们都可以吃的 也是没问题的 那就混合 不用一粒一粒种 那我们可以混合这个泥 就混在一起 这个泥就撒下去 那就到时候 你再借苗来 来来种 也可以就是这样翻 翻它进去 都没问题 到时候你就借苗了 借苗 如果有很密的地方 就借掉它 这个是非常之方便的种植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 不用就是整理那个菜床 这个是最直接 最快捷的方法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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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